小才子的名号中回国而来,就又在今天被广电总局点名表扬了,原来是王源在电视剧《我们的少年时代》中,饰演的班校松主人公所代表的积极乐观,健康向上的体育精神,可以说是励志典范,因而被点名表扬,TS Boys这个三人偶像团体自出道之日起,就伴随着的欢呼声与质疑声, 而随着王俊凯今年顺利考入北影,这三小只似乎在我们不留心的情况下,已经渐渐长大成人了,王俊凯考北影时优秀的成绩,本来就已经惊呆不少路人粉,而王源不甘落后的在前段时间推出了自己创作的原创歌曲,更是让人对这个00后出道的偶像团体刮目相看。 总之在今年,王俊凯和王源的媒体流量都非常不错,前段时间王俊凯参加演员的诞生,很好地有了一个小爆点,而美国多久王源参演的电视剧角色又被广电总局点名表扬,如此这般此起彼伏,怕是要忙坏了TS Boys的粉丝们。 不过相比较于王俊凯和王源,易阳先许算是最近一年中最低调的成员,除了在《亲爱的客栈》中小乐脸一把之外,几乎很少看到他的新闻,王俊凯考上北影将来或许会以影视剧为主要发展方向,而王源17岁便推出个人原创单曲《看样子主义音乐创作人》这条路,剩下的易阳 《看样子主义音乐》